關於Message的 crítica 叫做 是Vicky的 善期 叫做 是的 不是就提起 崛起或升起 第一個Message是有道理 這個峻什麼解釋啊 他那兒子是連接詞 他說 His poetry will live on 他的詩將會一直流傳下去 As people continue to discover the technical world in it 這的二詩是 Because 因為人們會繼續的去發掘他的那種 Slow's Boss的魔法版的世界 所以他西周圍的名字 這的二詩是已經堅持 可以做得跟這麼一樣 好 翻到八十八頁 看一下 看懂嗎 看懂嗎 好不好 看一下 他講這個世界上什麼 最短的詩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at the word is or this? No one really knows which word But there are two possible candidates 有兩個可能的世界上最短的詩 Bell's of which are very funny 這兩首都非常有趣 所以他第二段就會講第一首 簡短的詩 The first is called over to the girl's bitch 來把O字的話出來 O字是什麼 送 送詩 這個什麼送 快樂送啊 秋送啊 好像那個Kid Slow 蛤? 蛇摸的卡 蛇的卡 蛇的卡 不是 為什麼你要這樣 這跟蛇沒有關係啊 秋 秋送啊 好啦好啦 知道知道 那 Ott of the open 就是秋送 秋送 秋送 那個是那個Kid 很煩欸 那個燕子 六名詩人 燕子有沒有 他是寫過一個秋宋 那只要你看到有詩 或者是文章的標明是 二五的這個詞的話 你就知道說這首詩 這天文章裡面長的 什麼叫做宋 就是讚頌特地的人 或是 或是 叫做宋 那宋既然是讚頌 你要不要用很多的詞彙來講 不要啦 所以通常都是很常的 那可是呢 你看喔 第一首詩的詩名 就是叫做 贊送鯨魚 還要贊送鯨魚 and it's just a string where it's small 但是呢 裡面才很諷刺的 只有三個字 既然是歐威家的 什麼只有三個字 他怎麼贊送鯨魚 歐威家 你這個痴痴的寵物啊 好冷喔 所以我們會養鯨魚嗎 KIM PASS 那很多人會養鯨魚跟寵物 那這個寵物通常都是在陸地上走 可是鯨魚是在誰呢 有啊 對啊 什麼贊送鯨魚 是一個狂的 就寵物嗎 喔 對 喔 那一首詩喔 都會做詩 乾脆的 好 接著 好 請 他說 很多人認為 最後的點子 歐威家 歐威家 當中人認為 是Nash寫了正常詩 但另外一名是完全確定的 沒有人確定 這個詩的作者是誰 歐威家 因為它很簡單 因為它很簡單 就是discryptive discryptive就是迅速性的 它就是迅速性的 它就是迅速性的 醜陋 and 歐威家 所謂送呢 it's usually a long point written about someone important so the title title title的標題 of the point make it even more coming home 所以 coming home 就是很滑稽 因為它的標題是so 本來是應該很長 其實過程裡面 卻只有三個字 好的第一首 那世界上第二首 最短的是 the second point which many people also think is the worst shortest the word shortest is even more interesting 它更好笑 some people believe shall silverstein wrote it 很多人認為是silverstein寫的 but others say it was by Elton Nash 就是上面進走 但有人用多數是names寫的 the October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Quotations 就是一言字 引用別人的話 那October就牛津字典呢 它有一本 出一本字典就叫做 The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就是專門裡面就講說 哪一段話是誰講的 說是誰講的 說是誰講的 是誰講的 這樣的話 它在字典裡面都有寫 那這本字典呢 signfully based 裡面有提到 很簡單的提到 It is the anonymous 所以這首詩 第二首詩呢 是Anonymous 是匿名的 無名式寫的 Anonymous 就是無名式 With me unknown The point has two titles 那這首詩呢 有兩個標題 第一個標題 The longer title is Lies on the antiquity of the microbeats 是古老微生物的 Lies就是詞句 就是這個案子主題 就針對古老微生物所說的話 就敘述這個古老微生物 甚至它比較強 那標題 The shorter title is simply Lies 比較短的就是說 其實這首詩就要講跳蚤 好 那跳蚤到底詩的內容是什麼呢 The point is Adan Hannes 他就說 什麼跳蚤 就是Adan Adan 雅當 雅當 有什麼 從那邊要放早 他就說 不假的 跟上去就不跳蚤 所以這首詩只有 三個字 他又加了那個說點 只有三個字 那中間為什麼要有斜線 因為它是兩部行 他這首詩就是Adan D行 第二行就是Helen 你懂嗎 因為他這邊沒有辦法表示 所以他用什麼線 他那時候 當然有比較好笑 他說 浪費了很緊張耶 因為他三個字 他就怎麼 他講一個像話 他不是在睡覺 不是在睡覺的 不是在睡覺的 是睡覺的 不是在睡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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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快七個鐘耶 是幽默 然後最後一段 很多很燙 很燙了 我還可以再睡覺 還有兩個 還有兩個 Billion Who lived from 1969 to 1995 那有人認為第二首詞的作者應該是Billion Today he is almost forgotten 到了今日呢 Billion這個人大家都遺忘他了 不知道他是誰 Apour from 1.0 來把Apour from 放起來 Apour from 或者是Billion 除了他曾經寫下一首詞 是被人家感動的特務 這首詞叫做 The Reading Mother 就是 The Reading Mother 就是去贊送母親 去看母親是怎麼樣的人 Which is the open free to buy Mother's Day 那這首歌呢 通常是在母親節會拿來贊送母親 Perhaps if ever decide someday 這個 someday是未來有一天 或許未來有一天 我們會決定說 然後這個第二首詞呢 是怎樣 That Billion didn't write the word for this point 就是說 這本書是Billion寫的啦 He will be better remembered by the word 那到時候呢 他就會受到世人怎麼樣 比較就是既得的 知道總統跟他有Billion這個作家 這個詩人 對 像Gilber是蠻深的用的 在美國是家裡不少 可是呢 像Billion這個詩人呢 很多美國人他甚至也都不知道 所以 如果你可以寫出世界上最短的詩 你也可以寫出 或者你可以寫出世界上最短的詩 可以寫一個詩 那邊文章了 然後來1到5 有毛巾 那邊冰 interven on 第十一刻 來第十一刻 來第十一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